這正天不見證 也挺有拍桌面的 趙好康昨天上賀龍的影片 簡單先直接點評好了 你自己看完 因為當然在事前 先釋出一段短影片的時候 我們昨天其實也聽到爆掛 包含像陽明哥他們也挺擔心的 怕這個效果不知道出來 會不會是扣分 因為已經到了選戰最後10天內了 這支影片釋出 簡單來講 那哥哥你自己覺得加分扣分 或者是至少他有打破異溫層了 加分 加分 哪些題目 不是題目啦 賀龍的節目不是在看個別題目 是在看現場 氛圍啊 反應啊 然後跟你互動的整個feel 那整個feel就是 大家覺得他跟得上 比如說被嘲弄的那個feel 然後大家也認為 他有面對敏感問題 比如說黑道啊 然後那個未來統一的問題啊 服貿的問題啊 這塊問蠻多的喔 這個都是國民黨比較敏感的問題 但我覺得他基本上都有接招 年輕人其實 不一定要求你的答案跟他一樣 對 他們最恨 你在那邊閃啊 或者是不面對他們提的問題 繞開 因為那個是人家關心的嘛 所以你可以去做解釋 可是你不能不面對 大概是這樣 其實裡面當然 其實我覺得賀龍本身風格 也跟博恩不一樣 賀龍雖然會設局 我覺得他沒有博恩那麼酸 這個 而且博恩有些地方酸到 有點社會不能接受 所以他以前也被人家 被檢討過嘛 被檢討過 就是根本就在哭手你的壞 因為我就覺得王世堅 去上的那一次 對我也覺得 對自己有點傷 還有旁邊的幾位來的人也都 對啊就是被哭手到 還有還有謝龍介啊對不對啊 賀龍我覺得拿捏的比較好 而且也有抓到大家想問的問題這樣 所以我覺得整個感覺蠻不錯的啦 所以事實上 那個現在在看侯友宜跟趙老康 這一組有沒有得分啊 已經不是去看基本盤了啦 比如說你說趙老康對蕭美琴辯論的如何 那基本上大家本來就知道趙老康 那個反應非常好嘛非常快嘛 那所以他那天就是他的正常的水平啊 那那天反而蕭美琴有一點點下分 因為蕭美琴很少把一個事情講的稍微完整 那所以基本上人家是看對你的預期值啊 那可是去參加年輕人的托 然後受到這麼大的傳播啊 那這個就是完全是喉召 他們平常碰不到的草 可是這個心臟要很大殼 因為我剛剛他這個播出時間十天內 成敗一瞬間 我知道這個就是 他本來就高度自信的人啊 而且坦白說啦 因為我跟他辯論過 我2014年我跟他公投辯論啊 我認為他 基本上都應付得來啦 基本上是這樣的人啊 大概 那像賀龍這個 他們會問的哪些問題 事實上我 我搞不好他有跟徐曉昕稍微討論過啦 那徐曉昕事實上也上過嘛 對 對不對 他已經先幫他補課 二補了一些 我覺得徐曉昕那次去比較緊張 對 趙昭康比較自然 或者是我覺得 巧昕可能是比較興奮 我覺得他是太緊張 因為他比較沒有這種經驗 那趙昭康比較有經驗 你說趙昭康可能什麼大場面沒見過這樣子 對 對 被圍剿 巧昕當然也不怕網路的那種圍剿 可是這個是 測臨場反應 對 臨場反應真的 你稍微不對位 整個feel就走掉了 沒錯 所以巧昕可能就會 巧昕那天給我感覺就有點緊張這樣 那 可是他還有準備 你看得出巧昕是有準備的 所以 抓到了東西他就可以講出一串這樣 那一串就是他準備的 對 那趙昭康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 順手撈來這樣 哇 比如說賀龍在那邊 故意叫你唸啊什麼 叫我戰鬥籃叫我唸三次對不對 對三到五次 對然後 他其實知道喔 那趙昭康就立刻講出另外兩段 對 對 就平常他可能講話 其實我有看到那個時候的賀龍的微表情 我覺得他反倒是沒想到會有這個發展 對 欸你還有這個梗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趙昭康平常大概講話 也會去注意這種小橋段 那個就是他自己準備的橋段啊 事實上我上他的節目他有講過其中一個 你聽過了 聽過其中一個 所以 他本來大概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人 他臨場講話的機會實在太多了啦 所以 就可能就有一些東西他就會把它記著 而且 他這種人我大概可以理解 他大概也是屬於這種過目不忘型的啦 因為我就是這種人所以我知道 OK 我不是說講話我是讀書啦 很厲害講完不是也是 他就是反正就看完他就會記得啦 因為他每天都在主持節目嘛 所以 一話記憶力他又不錯 所以他就會 什麼議題他都可以 不會講到太離譜的 大概是這樣 而且可能也是因為主持節目的關係 常跟大家接觸 所以 真要有人挖坑他一下就識破了 我覺得這算是蠻厲害的 他倒沒碰過賀龍這種咖 所以 所以是有挑戰性的沒有錯 不過發揮的也好 對 加分的 好 我們先感謝一下 我們的這個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因為在事前 有一個叫做Wu Mini的斗內 他是香港來的朋友 想不讓賴皮寮當選 可不可以苦一苦菜菜子 讓他再當一屆 不知道島內做不做得到 好 其實我今天剛好上 我們下面標記也有跑過一段 我剛剛到上來前 我還在重新確認發燒二 沖上發燒二 而且數字應該馬上就要超過 就是前一天柯文哲去上 那個記憶力那種就是 之前有一部在比較韓劇的一個 就韓國的一個實境秀 這都很好記憶力的 應該是有超過啦 那我今天跟那個千惠主播 我們就在華下面的留言 怪不得我最近發燒都排在比較後面 最近發燒 剛剛有網友在講 最近發燒很難拿 對 我昨天發燒 對不對 一下就被擠到40以後 你上禮拜也差點發燒啊 我是說生病嗎 沒有 我都有最近發燒 好 我禮拜一的都有最近發燒 對 就是最近他們說 不過就是排的比較後面 最近發燒好像不太好拿 不好了 不好了 對 有發現齁 那他 但他現在發燒二 應該還是吧 你再確認一下 對 然後我發現 至少我滑了 我們兩個一起滑了幾頁的這個留言 有很多 你看他叫他趙子龍的 你就知道他一定 本來覺得不是藍粉 但他還是覺得 然後又說 哇 聽完 對 大家就說 哇 聽完覺得趙奧康 反應OK 而且不乾 接梗 也不會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樣子 對 那我多滑了幾個不同的地方 像是PTT 像是Dcard的回應 其實給他都是蠻高的評價 那當然有一些 所以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反勸故意說 那我以前我投科 現在我投口罩 但看了就覺得 至少一片祥和 並且甚至是有達到意外的效果嗎 亮哥 沒有 基本 90%以上都是正評啊 這樣就算成功了 那 因為賀龍的節目是很容易被吐槽的 這個 那他90% 因為我覺得 這種東西我也看多了啦 就是你要真誠啊 網紅最重要就是要真實 不能閃躲 那講出你真正認為的答案 錯或不一樣也沒關係 可是真實不閃躲非常重要 像林濤他的點評就是 他覺得無論如何 他敢持仇對決這個態度 其實就是當下大家想看的 而且是會加分的條件 無論他回的東西是否真的符合 可是那你覺得他回的東西 藍粉會跑嗎 不會 因為 真正的 那個傳統藍也不會看這個節目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觀點 是啊 這是一個觀點 沒有錯沒有錯 那個傳統藍大概都是50歲以上 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這有益子選評嘛 如果你有看昨天的影片 或是你沒有看的話 照耀康大概分為幾個步驟嘛 就是送禮的地方 讓我覺得很有亮點 就是因為賀龍送他一個 叫他不要失言嘛 好好學怎麼講 對一本書啦 對一本書 那照耀康送給賀龍兩個東西 那因為有一個梗 其實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 這個龍 不好意思應該兩個龍是一樣的龍 應該都是這個前面的龍年的龍 我可能打太快 就是因為賀龍以前 有一個這個前女友是龍龍 之間鬧得很不愉快 所以呢他就故意送他兩個龍年的紅包 好象徵籠籠這樣子 對非常感謝我們的YT幫我們立刻改字了 好那另外還有就是他也送他 就大家知道的嘛 就是那個辯論會的VIP入場證這樣子 對 那另外有一塊我就想問一下這樣 老闆那天有趣了 他坐在許曉星隔壁 好好笑 好好笑 然後故意在那邊打盾 對故意在最後的時候模仿睡覺 其實他是故意的 因為許曉星有跟我講 對啊一看就知道是梗 對很好笑 那這個當然表現的是另外一個延伸啦 只是還有一塊就是被講到說 那為什麼新北會有割喉案這件事情 他是說那如果今天侯友宜不請假 搞不好不會這樣 都是民進黨逼他請假 這一題你會覺得算失言嗎 這一題坦白講這個 有一些藍術的 割喉案在學校裡面發生了嘛 這個你坦白講這個侯友宜有沒有請假 這個因果關係真的連不上 說實在 對 這個當然是長期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尤其是教育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那這個侯友宜當然也有打電話給劉荷然 他雖然是請假 這個當然就是民進黨故意去扯 發生在新北市 李新北市教育單位要負責 這個當然沒有錯 新北市的教育單位是有責任 可是更重要的社會安全網是 中央的預算 而且我去查了那個預算 誰檔的是嗎 不是他2021年 蔡英文是2016就在講社會安全網 2019才第一次別預算 然後第二期是2021 那我就跟你講那個預算的內容 好 2021年編了407億 5年 然後總共5年要增編 9800個社工人員 OK好 那 這個我記得 那中小 你知道台灣的中小學有多少嗎 多少間 4000 所以一個學要兩個 那有什麼用 那有什麼用 而且你407億還要分5年來攤 所以表示你社會安全網 根本就沒有當作重要的執政事項 不然你怎麼會拖到這樣 2021才第二期 因為我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我以前當立委的時候 我後來就去查美國的資料 美國比如說如果有人用臉書 恐嚇同學 你那天晚上社工人員就去你家 敲門 那你去想一想這個學校 那是美國耶 是 你就去想一想美國的社工人員 編制有多大 有多龐大 不然怎麼可能這樣 就紐約一個勢力的一個學校 然後有人寫臉書恐嚇同學 隔天晚上 當天晚上社工人員就去你家了 代表人家多重視這個事情 表示他的編制極大嘛 不然怎麼可能這樣 所以隨時都有人輪班 在看各式各樣的資料嘛 那你現在這個 所以你說 這個坦白講發生割喉案的現場 連那個老師都不在 而且他是刺了十刀耶 他不是殺一刀耶 而且刀刀斃命 所以你就知道 那個那已經荒 荒唐到什麼程度了啦 而且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你知道主導部門是哪裡嗎 衛福部嗎 對 不是教育部啊 他是以精神病患的社會安全網為主 對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塊也是回應 有一些昨天看到那一部分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憂心 會不會有失分的問題的 這個觀眾朋友 好那再來我就比較有趣一點 是我最近在滑這個YouTube 我看到侯友宜去上了 英文教學節目的這個YouTube頻道 然後趙浩康當然也是頻繁在上 或者是被做成這個梗圖啊梗片 那流量都很報告 賴清德在這一塊就真的 這一次動的鼻鼻 喔 待會兒要講柯文哲 我剛剛也講嘛 去上了賀龍的那個 像是仿石敬秀的這個節目 賴清德可能有失分他就沒去了啦 對 他就是偶高太重 或是自認自己加不到分 就跟著不走這一塊嗎 還是別人根本沒邀他 他不容易再加分了啦 因為他也不好笑 那因為他是執政者嘛 所以包袱那麼多 當然他上次我們講過 就是那個剛剛我講的 侯友宜上的英文頻道 之前賴清德已經先去上過 但討論度我覺得好低喔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這個節目沒有那麼多人看吧 就是相比之下啦 這個 你要去上年輕人的節目啊 一定還是要有年輕人的feel啦 要嘛就是直球對決啦 要嘛就是 你這個人也蠻好玩的 這兩個都要有 直球對決就是真實嘛 真理上也沒意義啦 對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那那個賴清德本來是一個 超級boring的人嘛 連貓狗都沒養對不對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得罪一票 不是啊 蕭美琴人家養貓嘛 他至少可以談貓啊 對不對 那至少有一大堆貓粉 會 談貓派 認真聽你講話啊 我是說你連基本粉都沒有 你的基本粉都是抗中派嘛 對 那那種票本來就是你的票啊 至少賴清德 目前的年輕人的票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啦 那我覺得那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反中的啦 比較有趣的是我發現這次 我先感謝一下何先生的等內 因為他提醒聊天室的朋友們 不要提到民調 連第幾名最好都別提 我跟你講喔 最高罰是50萬喔 10天內囉真的不要 是真的喔 對 而且是真罰喔 真的不要 因為我真的有一個朋友被罰喔 50萬 他做什麼 他在哪邊 電視台 那當然不行啊 電視台 因為他是主持人 那個啊 馬上被頂上 被頂上50萬 對啊 真是有夠可怕 昨天彭博那個標題就寫得很好啊 昨天彭博下了一個標題他說 賴清德這一組是set for victory 就是大概已經準備好要迎接勝利了 可是 選民的情緒隨時在改變 藍測 他寫了一個副標啊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選民的情緒啦 叫Fort sentiment 這種東西喔 這種東西最後這10天 你也知道台灣選舉的特色嘛 就是 最不可測的重大變數往往在最後一個禮拜發生啊 對啊 比如說我隨便講啊 比如說 你怎麼知道郭董會不會被選擇 不會拍影片 這個好 那你要講到這個 因為郭董不一定會回來 我就帶一下 因為大家也在討論趙大康去上另外一個節目嘛 他昨天去上了專訪 然後就被問到說 你到底有沒有打通郭台銘的電話嗎 那最後關頭到底他會不會站台來請侯康 聽說都來電不回來 對 因為他說他有三支郭董的電話 對 但打了這三支呢 大概打過去都直接禁語音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郭董的親密的朋友說他過完年才會回來 對 應該如果打不通他是不是根本還沒回來 所以重點我跟你講 因為你也不知道民進黨會怎麼搞 對 連終點論都可以收押 對 所以更讓他會覺得擔心 所以他回來他會怕被限制出境 對不對 所以留著查案 所以現在大家看的不是他會回來 他會不會用別的方式來挺 就拍影片啊 而且可以Live啊 而且就在照市場啊 那根據你的了解呢 直接拉 他有這個想法嗎 我坦白說 我坦白說啦 你都連數到這個程度了 連數上百萬耶 你可以沒有一個交代嗎 那坦白說你如果真的都 人家就覺得說你就是怕民進黨 那 你這樣在公共領域怎麼做人啊 不能這樣啊 所以我認為他多少 他不回來我們可以提亮 可是你說沒有一個影片 跟大家做個呼籲 這個恐怕很難交代吧 而且你這次有連數耶 你不是像上次 上次韓國瑜那個 你沒有連數嘛對不對 那你就退黨嘛 那退黨大家就覺得你不完了嘛 你這次不是耶 你有連數耶 你只要你總要對那些連數給你的人做個喊話吧 不然你連數幹嘛 政治 不然就真的是虎頭蛇尾 沒有啦 政治還是要有頭有尾啦 對 突然就不見了耶 不能這樣啦 不能這樣啦 我們當然可以體會到你的壓力啦 就民進黨亂搞嘛 對 那可是你總要對連數給你的人做個交代啦 我覺得這樣 這樣比較像是一個有為有守的一個政治人物啦 對啊就這樣 我先感謝BY的斗內 亮哥以你的專業跟經驗 投票率如果超過八成推出年輕人的票 投票率越高對賴清德越不利 他說有機會政黨輪替嗎 投票率啊 我們就講 這個也可以講啦 因為我們一個%大概是15萬票嘛 如果投票率75 本來我們是在1900多萬嘛 所以一個%你在乘以75 就是15萬左右 那如果投票率衝到八成那 那個 八成要非常高耶 八成耶 小妹妹 投票率八成耶 你這個早年阿扁的兩次選舉 那是早年我說現在這幾年 這幾屆都根本沒有 沒有到八成這種數字啊 沒有啊上次就75啊 上次韓國瑜那就是75啊 那那次是風 那次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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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次會更有 當然會更高啊 因為 我在一方間感受不到那種 上一屆的熱情 因為柯粉會出來投票啊 這些人搞不好 搞不好韓國瑜那一次他們沒有投啊 因為他們不喜歡兩黨嘛 柯文哲的票有 相當大的部分是不喜歡藍綠的 所以上次他們有可能不投票啊 因為宋楚瑜他們覺得也是國民黨的啊 所以他們就不投啊 那這是有柯文哲啊 所以我認為 投票率高到 超過75是有可能的啊 那投票率越高 基本上對賴清德越不利 因為多出來的人一定不是投給民進黨的啦 一定不是啦 所以至少你說投票率 你覺得有機會到75 有機會 我認為可能會超過啊 因為有柯P啊 而且柯P 看起來這個力度 毫無減弱之意啊 比如說昨天 侯友宇不是在強調那個六點的藍白共識嗎 那柯文哲就立刻回應嘛 就說 他怎麼會被騙很怕啊 我覺得他這樣第一次時間回應也沒關係啦 我會建議侯友宇就連續講十天 因為侯友宇要爭取的是 希望下架民進黨的一些人嘛 所以他只要有部分移動的效應就可以了 所以他要堅持 不要害怕 不要怕被潑冷水 追莎莎一次莎莎潑冷水 還要再繼續站崗 樓下去繼續站 我會報警 沒關係被抓 被抓沒關係 展現你的決心 我會申請保護 沒有我沒有騷擾你啊 我就來樓下就等你啊 你是不是很嚼 不是我是 你不是舉別例子嗎 你已經結婚了 你不是舉別例子嗎 我只是舉例 就說一個人 表達他的決心跟誠意 這個就是要連續講十天啊 反正就你橫數就十天嘛 你不覺得愛情 現在九天了嗎 你不覺得愛情店都這樣拍的 就拿個吉他在下面唱歌啊 可是你知道愛情片是愛情片 如果拉線去生活 你就是耳男嘛 第一天潑冷水對不對 要繼續唱 換一件衣服來再唱 那你再潑冷水 但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行政治根騷的好好的經營這九天 我跟你講 還沒有 你不是秀給柯文哲本人看 你是秀給所有在野的選民看 對是給選民看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基礎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跟我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